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大家好我是张婉如 现在时间早晨的7点19分10秒了 今天我们在访谈单元开始之前 我先告诉你再提醒大家一次 今天的通关语是什么 是在昨天有一个跟劳工有关的消息 很多朋友看到应该还挺开心的 因为今天早报就说了天外飞来 今年下半年有五天的国定假期 所以接下来最近的一个国定假期 大家要准备放假 就是9月28号教师节 所以今天的通关语 说了这么多就是三个字了 教师节 好有假放当然很高兴 不过有人不高兴 就是我们工商的大佬们 为什么呢 因为教师节这天 这个劳工朋友可以放假 但是老师可能不能放假 对这也是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教师节不是要感谢老师一年的辛劳吗 奇怪 对啊 老师们今天会不会上街抗议 老师没空 老师要辛苦的教书 他们还要改期末考的考卷 是 不过接下来我们来聊的这个新闻话题 其实也跟教育是有关的 是 说到台湾教育 大家还记得吗 在去年的时候 一群高中的孩子们为了课程纲要的微调 在教育部前面静坐抗议 那这个新政府 也是蔡政府上台之后呢 其实马上也做了回应 就是教育部发出了公告 正式废止 2014年公告的这些社会科目 为一条课纲 也就是说回复到原来的2008年 2011年发布的旧版课纲 那在昨天 就是在新政府上台一个月 很多的民调都谈到新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是不是符合民意的支持跟满意度呢 我们就看到新政院发言人 佟正元 他就特别谈到说 其实政府上台啊 有很多的施政项目 包含了其中一项 也就是化解黑箱客纲为一条的争议 那客纲是不是黑箱 到底是不是已经有所调整了呢 我们在几次刻 连线到全国12年国教家长联盟的理事长周梅丽 请周理事长来跟听众朋友 详细来聊聊这一条新闻的目前最新发展 是理事长您早 主持人早大家早 好我记得理事长在去年 黑箱客纲为一条的时候 就跟着一群家长们坐在教育部的大门口前面 举着标语 进座抗议 当然那时候很多的是妈妈出席 妈妈们很关心 除了关心客纲 是不是黑箱之外 也关心这群孩子的安全性的问题 对 当然 这个 当时是真的 我们很不忍心看到小孩自己要 这个上去抗议自己的客纲 所以你很担心他们 所以就到现场去看他们 这样 是 那可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进展 刚刚宛如也告诉大家了 好像2015年的课纲事件 那么衍生了这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好 那现在新的课纲是说 学生 国中 国小的 学生 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教育部长说 不反对成为课审会的委员 这个消息好像被大家来质疑说 他年纪这么小 他们就要被被送进去开会了吗 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这个教育部长 这个是一个构想 抛出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呢 还是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就真的要这样子执行 可是我想我们都很支持学生的参与 但是学生的参与是不是最后一定要用 这个成为审查委员 或者是进入审查会 这样子的形式来表现 我想这个真的是需要再斟酌了 因为各位知道说他们 其实课纲 我们整个课程的设计 本来就是要给小孩们 能够提供他们一个好的教育 希望构想是说 我们希望对下一代 我们希望怎么样来教育下一代 所以要来构思这个整个社钢的 课纲的那个架构 那既然他们是被教育的人 很多人会想到说 那他们是被教育的人成为 成为这个审查自己的课纲的 这个委员 听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那所以的确在社会上 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尤其是他们的年纪这么大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派的人 会觉得说 这个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受教育的主体 那他提出自己的意见也无不可啊 这也是另外一派的讲法这样 但是我们是觉得说 其实教育委员会 其实参加教育委员会 并不表示他一定有一定 他当然是一定可以参与 但是参与的方式 其实不一定只有这种嘛 对不对 就说其实我们很希望 教育部在制定的时候 能够听学生的 能够听起学生的意见 是放在哪里呢 就是当你要制定的时候 或许我们可以对这个现场的学生 做更多的调查 然后到学校里面 更去听取学生的意见 好 无论是这个听取学生的意见 或者是做民调等等 更多的调查 然后这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说 学生对这个课纲 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理解 那这个课纲对学生的感觉 会不会太难 会不会学生觉得说 这个课纲里面的内容 太过于遥远 或什么各式 听学生在这个第一线的声音 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是不是让他变成审查委员 我想这个是 这个是有一点 大家有一点不同的想法啦 这样 对因为还是 刚刚理事长说 他是一个被教育的一个主体 所以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主导权 而且特别我们知道 沈克刚也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所以当政府在制定一个重大政策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听取民意 而这个课程的民意也就是学生的意见 这势必是要听的 但要不要进入课程审议委员会里面呢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 可是我们看到说 目前的新政府上台之后 其实已经也确定说 要纳入学生代表进入课审会 只是说这个代表怎么产生 他的资格问题 这都还是接下来可以再广纳大家的意见 所以理事长 这克刚争议从去年到现在 加入学生代表 这是一个学生们期待的进展吗 我个人觉得 对这个政策的回应 其实这个教育部是有点过犹不及 因为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对克刚的争议 学生的不满的地方是什么 学生不满的地方是 当时的教育部刻意的介入 这个克刚审查 其实克刚审查本来就有一套制度 第一它不透明 就是说它这个用各种政治的手法去介入 而且这个譬如说 审查委员会甚至他当时 又多设了一个所谓检核委员 等等这些 是这个部分学生抗议 就是我觉得要回到本质 就是说当时学生抗议 学生抗议的是这个政治力不当的介入这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因为它有很多介入 然后又搞黑箱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专业 就是跟网友也提到 当时大家对抗议就都是历史课程 那几个审查委员几乎都不是历史背景 非常多的历史的这个重量级的教授都站出来反对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单纯的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是学生抗议的什么 学员抗议不是说我没有变成委员 那刚刚网友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当我们进入审查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个学生代表 那是不是就表示学生都有参与呢 其实这是两回事 大家都知道能够进入委员会 总是只有几个委员 几个代表 那这个代表怎么产生呢 这代表最后会不会只剩下一个花瓶的效果 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担心 我觉得我们太形式化了 对 好像政府形式上就是纳入学生 进来这个团体一起讨论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 这学生到时候能够扮演的角色 能够说什么 我觉得最后变成是一个花瓶 一个形式 就好像说 只是去背书 就说有了 我有听学生的意见 可是这两个学生能够发挥什么效果 那这两个学生又怎么来的 他们真正能够代表学生的想法 他们真的在那里面有勇气 说出学生的话来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 那个学生代表这种事情是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都是形式的 这个都是用一种很便宜的方式来回应学生 其实学生要的不是这样子 学生要的是你在这个课程的过程制定当中 这个课程的制定当中能够透明化 能够尊重专业 其实这个东西才重要 可是现在这个已经做成最后的决议了 学生可以进来了 对不对 那好 接下来的课程 审查委员的领选也是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很可笑吗 他又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 昨天新政府上台满月 我们就看到行政院的发言人 佟正元 他特别也提到 新政府是诚恳务实态度 解决社会诟病已久的问题和争议 包含就是此刻我们讨论了 化解黑箱克刚微调的争议 所以理想去年抗争到现在 您一路陪伴这些孩子走过来 真的化解了吗 我们所要的一个所谓不是黑箱 然后走入体制 好好的去审查克刚 这个问题新政府看到了吗 所以其实我觉得真正的 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 它不够透明 不够专业 那如果这个教育部 能够在这个部分上 好好的认真 有诚心的把这个克刚的制定 能够真的透明化 听取不只是学生的意见 还有老师的意见 那更重要是他必须要专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都能够做到这些 很有诚意的做到这些 我相信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嘛 对不对 既然不会有这些问题 就不必用这种很形式的方式 好像放一两个学生就能解决 那我相信接下来搞不好 我们又要争议说 那到底谁可以去参加 那这个领选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黑箱 那又不会回到黑箱的问题了 那是不是那个科系的这个课纲 那门学问的课纲 就只能开放给那个科系的学生来审 就会变成说你又create一个新的问题 然后这个领选这个代表 是不是又有黑箱 所以其实那个本质 我觉得教育部真的完全没有抓到那个本质 那个本质就是学生希望透明 希望专业 希望能够摊在这个大家的眼睛看 所以在如果你很透明很专业的话 如果你当中出现什么问题 你都听得到大家的意见了嘛 对不对 那你就不需要用这种 好像我觉得是形式化 好像把学生当花瓶的这种方式 去做这个教育委员会 那有一点没有意义啦 理事长有一个细节啦 就是说就可能就当初的这个 课纲的审查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就是有关于 慰安妇的这个情节的审查 那目前当然大家也在想说 会不会这是一个 因为这个慰安妇的话题 后来林前院长在立法院里面 也有了这个相关的发言了 那会不会这个课题 这样的议题 未来在克纲审查里面 再度会成为焦点 理论上这个克纲的审查 其实是不能 就是所谓的克纲就是一个纲要 比如说我觉得我们认为 就是这些委员们认为 这个议题应该放在课程里面 但是课程本来就是陈述一个事实 那你不能在这个课程里面去加入更多 就是说加入这些价值判断 因为您刚刚提的应该主要都是价值判断 到底大家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应该是老师在课堂上 他可以举说有一派的人这样想 有一派的人这样看 有一派的人这样看 那事实是什么什么什么 那让学生有一个机会 能够在各种不同的角度的 这个意见 或者是价值观里面去了解 那这个东西是不能在课纲里面做的 课纲是不能给你一个价值判断的 这个才是课纲的精神 那所以我相信 课纲不可能这么细的去审查到 就说你里面的那个字句要怎么讲啊 然后那个都是在后来课本送审的时候 才会去看到说 你的用词潜质 是不是有这个怎么样不恰当的地方 那个都不在课纲里面 课纲决定的不是这个 所以在送审教科书的时候 如果A版的教科书说 慰安妇是自愿的 那B版是说慰安妇是被迫的 那这到底怎么专业去审啊 对 所以这个靠的还是什么 还是教育部的专业审查呀 这个审查委员 这个没有办法处理这块 这个靠的最终还是回到教育部 他必须要有一个专业的审查 就是去调整说 我们不需要把这些 这个价值观放进来 我们应该是开放的 这个教科书只能放 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事实的面 那能呈现的是各种不同的意见 跟不同的看法 好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访问的是周美理理事长 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去年的课纲微调 有很多的高中孩子呢 在教育部前面 占领教育部前的广场 那也请家长妈妈们 其实在那边陪伴着这些孩子 而周美理事长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我们在网路上 其实也有听众 有真的就议题留言 那他的方向 其实也跟我们下一个阶段 要讨论德行人 这么说是有点关系 我想也请理事长 也简单回应一下 这个听众 他在我们的微博上留言 他是署名叫RTI 关华直升爱好者 他说呢 你们认为课纲调整不合理 是洗脑 很简单 把你们的理由讲出来 跟人家辩论 如果您仍然认为你有理 下次选举 不要投你反对的人的票 就是了 那一定要学政客 占领官署 不听我的就不叫沟通 只是出是非题 必然回答 这是什么民主素养呢 当然有人会说 是不是红卫兵啊 你会说你不是红卫兵 当然不是了 因为比起红卫兵的劲儿呢 你们差远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可以投票选总统 选民意代表 所以这个听众 他有点是在想 这个再回顾一下 去年的占领 学生占领 这个教育部前广场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想 占领教育部这个举动 其实是所有人都不乐见的 因为这些孩子呢 当时为什么妈妈们要去 这些孩子 这些人真的很小 他们不是大学生 OK 就说我觉得他们 那是大学生 他们已经很多大学生 都18岁以上成年了嘛 那但是这些孩子 是高中生 那我觉得重点 真的不再说 他们这个举动 而是在想说 为什么 是什么样的政府 逼迫着这样的 这么年轻的小孩 要采取这样的举动 才能表达他们的看法呢 这个才是问题的根结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 我们也是一个 说好 没错 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这样说 我们是个民主国家 那民主国家 不是四年投一次票 这样子不叫民主国家 这是选举出来的国家 但是真正民主国家的精神 是在这一个政府 在面对民众的时候 用什么态度面对政府 面对这些民众 当这么小的小孩子 他们提出意见的时候 我们的教育部 怎么样回应他 而逼的是 一个小孩要自杀 然后这么多的小孩 要用这么激烈的方法 才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 才是最大的政界 所以我们的民主的路 走得不够好 我们的民主还没有落实 就是说今天 我如果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我们时时刻刻 都要回应民意 而不是只有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很多事情都来不及 所以我觉得 政府的这个民主数量 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又回来 今天我们在讲 克刚这件事情 并不是要洗脑东 洗脑西 我们是要反洗脑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又回来 刚刚那个意思 也就是说 任何的议题 我们不希望 把价值观 放在教科书里 我们是要告诉 小孩们说 有这个历史事件 但这个历史事件 如何解读 我们或许会说 有人这样子解读 有人那样解读 你要让小孩 有自己的判断 让小孩知道说 每一个历史事件 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角度 来诠释这个历史事件 这个才是教育的精神 而不是说 我们单方面的 只诠释一种价值观 那这群小孩 当时抗议的也是这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说 他们这些小孩子 说我们抗议 反洗脑 我们不要只有一只种价值观 那我也要讲 在现在资讯 这么发达的社会 小孩上网 这么容易 各种不同的观点 都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在教科书里面 只给他单一的价值观 你觉得有用吗 其实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造成 他们一些混淆 也就是说 你反而是让他们 觉得说这个政府 是不可信任的 为什么 只提供单一的价值观 对不对 是这也需要好的老师 在第一现场 能够有这么多的 思辨的讨论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是 我们在此刻 为大家连线访调大学 全国十二年国教家长 联盟的理事长周美里 谢谢美里姐 今天一早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您 谢谢